韩国总统文在寅 青瓦台发言人,7月公布,那韩朝首脑会谈的正式名称和标语,韩联社7月报道者,据青瓦台发言人金一千介绍,筹备委员会将会谈名称,定来2018韩朝首脑会谈,平壤,会谈标语为和平,新的未来,金一千说,此次会谈是韩朝时隔11年,在平壤举行首脑会谈, 市旅行文在尹总统在板门店宣言中,做出的秋季报文平壤的承诺,会谈标语寄托了在半岛面临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期,韩朝携手开启未来的民族夙愿,金一千还说,标语蔡用和上一次首脑会谈相同的毛笔字体,在平壤和首尔分发的新闻通稿,和各种宣传册,都应有该标语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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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